非常脆弱的部分 這個你昨天晚上有介紹喔 我只講他的名字而已 他怎麼運作等一下會講 因為他目前是非常脆弱的 如果不小心把他弄壞掉的話 六千塊新台幣喔 可能不止啦 看沒關係啦 好那各位朋友 接下來要介紹一下早期 找那麼多人 找到齒輪補本的 找到齒輪補本的 那接下來各位朋友可以往上看喔 赤森林 他其實是有名字的 叫做天然赤森林 那天是一天兩天一天 然後的藍一次兩次的刺 那天然赤森林行程原因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是人為大量砍拔 第一種是這個自然火災 那各位朋友現在看到上面天然赤森林的話呢 是經過人為大量砍拔來形成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前面有提到 早期這裏是法務林場對不對 所以用作法務個人在那邊砍拔樹木 那砍拔下來之後的樹木樹幹 長出來的就變成下個表 看到這個天然赤森林的部分了 那這個樹種的話呢 大部分都這個天然赤森林 以及那個日本柳山 好那叫做鱷魚 啊我們現在不要用手觸摸 並且被它咬到喔 好像的 有一隻木雕藝樹叫做鱷魚 嗯 這假的咧 知道了 植物喔 那我們先到我們後面 可以先觀察一下 這個 是鱷葉松 鱷葉松喔 來各位朋友接下來 就是要展現這種自然火災的植物 就是我現在上班這個 叫做鱷葉松 那這個是鱷葉松還有葉子 主要成像這樣針鑽的 一樹鱷葉的話呢就是鱷葉松 如果說一樹五葉的話呢就叫做鱷葉松 那各位朋友如果看到一樹四葉的話呢 叫什麼呢 四葉松 不是是掃了一片葉子的五葉松 因為並沒有四葉松這種植物喔 它在石頭咧 欸 啥 在石頭咧 在二葉松的話 其實它很常被當作庭院植物 來做鱷葉的部分 那它產生的果實的話呢 是個球果 那球果的話呢各位朋友 可以在一般藝品店來看到的 鱷葉小玩具 那其實在二葉松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稱號 叫做福奇松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朋友 大家活著的時候 是展在樹上一樹二葉的 而在它死亡掉在地板上面的時候呢 一樣呈現一樹二葉 這樣生死不相離 所以又叫做夫妻松的稱號了 那關於這夫妻松 其實這邊還有一首詩 那什麼詩呢 這邊也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喔 就不要送我玫瑰花 花蟹半若兩分離 請你送我二葉松 生死相伴永不離 那這首詩是關於二葉松 一首非常欺美動人的詩 那大家聽到這首詩的時候呢 也幫後面兩句改篇了一下 那改篇內容的話呢 那男性朋友可以爭奪情況 看要不要聽 女性朋友的話呢 可以拿手機出來錄音起來喔 那就 不要送我玫瑰花 花蟹半若兩分離 請你送我兩克拉 生生四四 我愛你 那這首詩的話呢 跟各位朋友簡單分享一下 大家有提到 這會造成自然火災 會產生一種油紙 叫做松子 那它松子聚於起來的時候 再經過陽光照射 就會產生這個自然火災大火現象了 這是二葉松嗎 二葉松五葉松都會喔 好 那以上就關於二葉松的介紹 也就是亞山居多 那因為他們兩種山木的話呢 其實樣子非常的相似 所以說很多朋友 常常都搞錯 那所以說這邊 要教各位朋友 台灣山以及日本柳山的分辨方法 那首先 我旁邊這一刻的話呢 就是日本柳山 而另外這一刻的話 就是這個 台灣山木 那要怎麼分辨呢 其實看他們的枝條 和葉子 長什麼樣你就知道了 首先各位朋友可以幫我看 這個日本柳山 上班各位朋友可以注意到它的葉子 是拿在它的枝條上下排的部分 而歌表 日本有像它的枝垂 那個末梢的話呢 是往上翹的 很像早期日本人看到日本天王 會高舉山頭 大漢萬歲的樣子嘛 對不對 那這個日本人有長的形狀 那接下來就是台灣山的 而台灣山的話呢 各位朋友可以看它葉子 下排 就會長在這個枝條的下排部分 上排的話基本上都是沒有長葉子的 就差別在上下有長葉 對上下有長 而這個 上下有長日本的 上下的展畫就是日本柳山 而只有在下排展畫呢 就是台灣山木 那台灣山的話 各位朋友在仔細看它枝垂的末梢 是往下垂的 很像那個手臂上沒有運動的蝴蝶袖的人 或是穿的芭蕾舞群 在跳舞的小女孩的樣子 那在日本柳山 以台灣山的分辨方法 那柳山的話呢 就是葉子是長在枝條的上下方 而枝垂是長在這個下排 有點往下垂的部分 那這個分辨日本柳山和台灣山 比較簡單的方法 這邊跟各位分享一下喔 不好意思 他不是我會把蝴蝶出來 我會讓我們去把蝴蝶 那邊蝴蝶 我們又要來試一下 讓我去看看 我們要去把蝴蝶 好 你好 你做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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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你做不成功 我的老鼓 是來自行的 我們現在做不成功 你們現在我看 大家先去看看